我家裡小時候是做活板印刷 開硬板店的 五、六、七年代那時候 其實是活板印刷最蓬勃的時候 所有的報紙或書 幾乎都是全部都是用活板印刷的 那個時候 印刷廠會去柱子行買字 帶回印刷廠 再開始拍板 然後拍完板了之後 上機 然後就開始印刷 80年代的時候 平板印刷跟照相打字出來了 然後就慢慢取代了活板印刷 留下來就是工廠不多 比如像東興這樣子的規模 就是保留了六、七年代台灣印刷廠的型態 包括他的拍板桌 拍板工具跟自駕 都沒多大的改變 時間好像就停止了 那些拍板老師 我現在都已經70多歲了 以前我學徒的時候 學徒在做 師傅是不動手的 後庭講經 校長見孤遊 因為現在年輕人一開始就接觸平板印刷 然後用電腦在做設計稿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要做一個跟拍板有關係的產品 穿搭傳統拍板的技法的東西 日新是現在台灣僅存的 繁體製的活字柱子行 台灣規模最大的中南柱子行 在2000年結束之後 然後就剩下日新這一家做之好 因為它規模的小牌 生存得下來 我們和日新的張老闆聊到 想要一套活板印刷體驗盒的想法 才有了活印盒最初的原型 它可以拍板也可以印刷 我印盒最主要的部分是紙牽角 我一直印刷的印刷品印出來 看不到字的那個部分 是用牽角去排板的 它的高度比牽字低 然後用牽角去固定位置 把板固定好 然後才能上印刷機去印刷 傳統牽角比較重 比較不容易攜帶 所以我們用紙比較輕便 讓一般人也可以比較容易上手 因為牽角是用紙做的 我們用不同的厚度去錶 錶到跟傳統牽角一樣的高度 所以這花了很多時間去試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常跟老師傅接觸 然後一邊看一邊學習 那個是吳師傅 他跟我後來很熟 他直接叫我高威 高威就是他們那個時代 彼此之間的稱呼 後來活應和開始舉辦工作法 邀請吳師傅做示範 後來把工法整理成筆記 除了基本原理的整理 還有過去的一些規則做法 比如名片的排版規則 就是它會在公司名 人名跟資料上面做出一個斜線 產生一個閱讀上的節奏 我們後來把活應和這個功能 交到書裡面 讓它既可以排版 也可以去了解當時的文化 它包括了活版印刷的手繪圖解 和一套活應和 可以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 逐漸體會到動手的樂趣 其實這幾年的活版印刷 慢慢重返舞台 直到現在我翻開那時候的任何出版品 都感受到不一樣的韻味